欢迎来到起司推文 每天更新优质完结文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么正文开始 我喜欢顾清淮 从18岁到22岁 那些年京城圈子里最大的乐子 就是看我追着他跑 为他做尽傻事 后来有朋友问 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干脆拒绝 顾清淮无所谓的笑了笑 留着姐妹啊 好像从那天开始 汹涌的爱意忽然就退潮了 我不再缠着他 摘了他送的项链 人也渐渐变得安静不少 他和别人传出绯闻时 我也只是一笑而过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破防 等我后悔莫及 他最好的兄弟也凶巴巴质问我 真不去找他吗 我蹴着眉 声音战力破碎 陈县舟 你问这个问题时 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 顾清淮第一次带女伴 参加朋友聚会那天 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三个月 这在我们圈子里 简直撑得上奇迹 身边朋友压低声音安慰我 展颜 待会你要是受不了 就找个借口先走 咱们可千万别闹 江月今天生日呢 我笑了笑 没说话 脸上自始至终 都带着淡淡的笑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李曼书 顾清淮说到 女朋友三个字的时候 视线淡淡的掠过了我的脸 我的表情没变 笑意没变 甚至眉毛都没有皱一下 顾清淮没再看我一眼 包厢里气氛渐渐热闹 切蛋糕的时候 大家闹成一团 从前我最喜欢闹腾 拿蛋糕抹了别人之后 就抓着顾清淮躲他身后 他虽然有点不耐烦 嫌弃幼稚无聊 但偶尔也会护着我 都沾了奶油 我连连求饶 朋友们才罢手去闹别人 我穿过热闹的人群向外走 准备去洗手间清理一下 可刚走出门 顾清淮却叫住了我 展颜 我下意识回头 走廊里的灯影 笼罩在顾清淮的脸上 留下大片的暗影 离得很近 我却也看不清楚 他眼底的情绪 有事吗 顾清淮没说话 只是视线落在我颈尖 你换项链了 我愣了一下 旋即很快回神 嗯 换了 之前那条 我带了四年 是他送我的18岁礼物 也是我曾经最喜欢的 他勾了勾唇 那笑意我有点看不懂 上次聚会 你怎么没来 上次聚会 我挣了挣 忽然觉得耳根有点热烫 本来是要来的 但陈县舟临时约我 我俩就一起放了朋友鸽子 躲我 顾清淮漫不经心地问 临时有点事 所以没去成 顾清淮似乎不怎么信 却也没追问 你觉得林曼书怎么样 我答得很真诚 很漂亮 落落大方 一看就是家教 特别好的女孩子 顾清淮一瞬不顺盯着我 我也觉得 所以 忽然挺想结婚的 挺好的 到时候记得给我请简啊 顾清淮忽然笑了一声 成啊 到时候第一个给你送 说完 他似乎懒得再理我 直接转身走了 我也没再逗留 急着去洗手间 清理脸上的奶油 可刚走到洗手间外 就看到了站在那抽烟的陈县舟 你不是出差了吗 我有些意外 一边拿出纸巾擦脸 一边问 陈县舟掐了烟 从镜子里 他脸上 你什么意思啊 陈县舟 他也没躲 挨了一下还挺开心的样子 怎么 我就出差两天 你俩就要死灰复燃了 复什么燃 都没燃过 我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陈县舟点点头 这倒也是 说完 他却忽然上前一步 别动 怎么了 陈县舟低头 抬手蹭掉了我耳垂上 沾着的一点奶油 裙子也脏了 我知道 出差给你买了条新的 要不要试试 跟着陈县舟去楼上房间时 我有些恍惚 其实我和他一直都不对付 从小他就爱欺负我 一边嫌我娇气爱哭 一边又天天逗我 后来我追着顾清怀跑 圈子里其他人拿我当乐子砍 但也没什么恶意 陈县舟却好像很讨厌 我死缠烂打的样子 这些年 我们几乎没任何来往 但从那晚阴差阳错 发生了关系后 一切都变得不对劲起来 我原本删了他 决定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可陈县舟却好像动了真格 上次我们见面 我本来打算和他彻底说清楚的 不知怎么的又滚了床单 而且第二次的体验感 明显比初次好了太多 说真的 我也有点食髓之味 我忍不住从电梯镜子里 打量陈县舟 桀骜不逊的三代 偏生长了一副好皮囊 和那些公子哥不同的事 他从小在大院长大 又在部队待过几年 身材好的真是没得说 我想起他的腹肌和人鱼线 还有硬邦邦的剑子肉 想起我哭着骂他禽兽 把他背上抓得血淋淋的 他不但没脑 还笨拙地哄我 心里又有点说不出的烦躁 展颜 陈县舟忽然将我拉到了他跟前 想什么呢 耳朵尖都红透了 想你身子 啊不是 想你身材怎么保持的 我捂住脸 不好意思再看他 却又下定了决心 今晚 最后一次了 等到结束后 我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划清界限 一刀两断 这个秘密就烂死在我俩肚子里 出了电梯刚进房间 陈县舟就将我压在了门背上 他如今倒是有了些经验 还知道将手垫在我背后 免得把我后背磨疼了 先洗澡 深吻的间隙 我轻喘着推他 陈县舟有点不知焰足 手掌贴在我后腰处 稍一用力就将我整个摁在了他怀里 他又低头亲我 渐渐稳得很深 我腿有点软 高跟鞋都踩不稳了 干脆踢掉鞋子 踩在他脚上 陈县舟的呼吸骤然乱了 他将我拖抱起来 往浴室走的这一路 几乎快要将我揉碎 温热的水从头顶洒落 将湿透的我和他全然包裹 陈县舟捧住我的脸 一遍一遍稳 桀骜的冷冽的眉眼 被温热水浸润的温柔 他深深看着我的时候 我竟也好似心动了一瞬 展颜 他低头 额头抵住我的 厌我名字的声音嘶哑 我有些恍惚 应他的声音背顶得破碎 他扣住我的手指 哑声问 是不是比上次更舒服 我咬紧了嘴唇 不肯回答 只是尖利的指甲 又在他肌肉粪张的手臂 抓出了深深一道血痕 最后一次结束 陈县舟抱我去浴室洗澡 我扶在浴缸边缘 看着他冲澡 热水击打在他宽阔结实的后背 溅起无数水花 也许体验感太好 所以这些年对他的讨厌 好像都跟着淡了 但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俩互相不是对方的菜 早结束兑水都好 陈县舟将我从浴缸里抱出来 我裹着大大的浴袍 舒舒服服坐在洗手台上 让他给我吹头发 吹完头发 他又很体贴地抱我回房间 我趴在他肩上 迷迷糊糊叫他名字 陈县舟 嗯 明天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以后你也别来找我 我一会儿把你拉黑 微信 电话 QQ 微博都拉黑 我们俩的事儿 你烂到肚子里 谁都不准说 陈县舟忽然停了脚步 展颜 他的声音有些沉 我困倦地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陈县舟将我放在床上 他站在床边 好一会儿 才自嘲地笑了笑 展颜 你可真没良心 但我并没有听到 第二天上午 我当着陈县舟的面 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他没什么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点了一只烟加在纸尖 却没有吸一口 我穿着他给我买的新裙子 故作洒脱地对他笑了笑 我走了呀 此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我和陈县舟都没有再见面 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顾清怀在我跟前出现的频率 却越来越高了 我开始推掉一些不重要的朋友聚会 尽可能减少与他碰面的可能 直到朋友订婚 必无可避 顾清怀那天喝得有点多 不知怎么的发了酒疯 展颜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我有点莫名其妙 你喝醉了顾清怀 去休息会儿吧 大家这么多年朋友了 你这样躲着我 好像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一样 最近有点忙 行了展颜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顾清怀冷笑了一声 但你介意也没用 你和李曼书没法比 我觉得特别好笑 什么叫我介意 你是真的喝醉了 我站起身要走 顾清怀却拽住了我 你以前不是很爱吃醋吗 这次怎么不吃了 是不是知道闹也没用 我皱了眉 用力抽出手臂 却正看到陈县周站在不远处 似笑非笑看着这一幕 心里那股气 不知怎么的就喷涌了上来 他这副看好戏的嘴脸 真是让人讨厌 我拿出手机 点开微信 陈县周之前 发了好几次好友申请 我都没通过 但现在我点开同意了 然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约不约 陈县周矜持了半分钟 约上次那个房间见 我发完这条 直接再次把他拉黑 陈县周 订婚礼进入尾声时 我和朋友说了一声 就提前拿包走人 顾清怀问我去哪 我没搭理他 他那么傲气的人 当然也不会热脸贴冷屁股 出宴会听时 听到几个朋友 喊陈县周 县周 你也要走 不是说好了一会儿接着喝吗 有点私事 改天我在做东 顾清怀站起身 做事去拦 能有什么私事 比周月订婚还重要 你说你这段时间 神出鬼没干什么呢 我站在聪裕的绿植后 看着那几人 今日订婚礼 陈县周也穿得 很正式的黑西装 跟顾清怀站一起 比他还要高了一些 不同于顾清怀的 轻瘦单薄 他的身材 是在部队摸爬滚打链出来的 特别有性张力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这句话 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 我想起我们之间那两叶 陈县周单手 就能把我抱起来 从卧室到洗手间那一路 他都没停 后来 想到自己当时没能忍住 将他腰腹都打湿一片的 荒唐画面 脸颊不由又烧了起来 我抬起手 用手背冰了冰滚烫的脸颊 再次看向陈县周时 他好似感应到了我的视线 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莫名的有些脸热心跳 确实是有事 而且特别重要 顾清怀越发好奇 什么是啊 你这么一本正经的 周哥不会是恋爱了吧 是啊 有几次我都看到周哥一个劲儿 看手机 真谈恋爱了呀 谁啊 我们认识不 陈县周笑了笑 可笑意却不达眼底 莫名的 我觉得他这个笑 看起来挺落寞的 以后再给你们说吧 他这人挺内向的 现在还不愿意公开 我就不多说了 免得他知道了生气 顾清怀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真的假的 没见你身边出现过什么姑娘啊 也就最近的事 陈县周定定看了顾清怀一眼 等他哪天想公开了 带来和你们见面 纳成 不打扰你好事了 顾清怀促暇一笑 铁树开花了呀 又压低声问 开婚了没 陈县周的神情沉塑了几分 我不喜欢谈论这种事 对女生不太好 顾清怀脸色有些尴尬 陈县周也没再让他继续难堪 我先走了 过两天我做冬 大家再聚 行 早点把你女朋友带来啊 是啊 大家都挺好奇的 陈县周笑着硬了 这才转身离开 一直到他走出旋转门 忽然有人随口说了句 怎么好像这几次 都是缺展颜和县周他们俩呀 他俩不会搞一起了吧 顾清怀忽然有些不悦 胡乱说什么呢 县周从小就讨厌展颜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县周那脾气 最烦死缠烂打的女生 说的也是 他们俩好像互相 都看对方不顺眼 话题很快又差过去了 顾清怀却觉得 心头像是压了 沉甸甸的一团乌云 他透过玻璃向外看去 陈县周的身影 已经看不见了 展颜也早走了 他心里仔细想了想 好像确实每次聚会 缺的都是他们俩 但也许只是巧合 顾清怀很快安慰自己 毕竟他和陈县周 这么多年哥们 他还是很清楚的 他和展颜 真的是相看两相艳 可顾清怀不知道的是 他认为彼此讨厌的两个人 现在正在前后脚 去酒店的路上 我洗完澡出来时 陈县周已经坐在 客厅沙发上了 不是还有个浴室 怎么不去洗澡 我一边擦头发 一边问了一句 陈县周就那样半靠 在沙发上看着我 不是说以后不联系 我看他一眼 那你现在也可以走 陈县周唇角的笑意 带了点自嘲 却还是站起身 他走到我跟前 拿过我手里的毛巾 我头发长 每次洗完 总是不耐烦擦干吹干 他愿意伺候 我也乐得享受 头发吹到半干 陈县周才关了吹风机 我去洗澡 嗯 我懒洋洋应了一声 窝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陈县周却忽然俯身 在我唇角稳了稳 等我一会儿 差不多过了15分钟 浴室的水声停了 少请 陈县周推开浴室门出来 只在静瘦的腰腹上 系了一条浴巾 宽肩窄腰 标准的倒三角 胸肌和腹肌的形状 都特别完美 腿长臀翘 皮肤是那种 很健康性感的密色 虽然已经和他有过多次 但乍一看到他的身体 我还是有些害羞 贪恋得狠狠看了几眼 才一开视线 陈县周似乎勾了勾唇 他随手擦了擦头发 就丢开毛巾 直接走了过来 我还没回神 人就腾空了 陈县周 看我吓得紧紧抱住他脖子 又瞪他一眼 他眼底却透出了真切的笑意 展颜 干嘛 声音就软了几分 好像你会的很多一样 陈县周笑得愉悦 上次回去后 我有好好学 不正经 学什么不好 要不要试试 我故作淡定 实则心跳早乱成了一团 好啊 如果我不满意 就换人 陈县周忽然有些强势地稳住了我 没说完那半句话 被强硬地打断 变成寒混的青男吞咽下去 他稳得很深 很重 到床边时 我被他重重压在了松软的床榻上 绿袍的束带被他拉开 在部队操练出来的双手 有些粗糙 长了茧子 力道又是异于前几次的重 我忍不住就滴滴叫出声 他的呼吸忽然就凌乱粗重 展颜 陈县周的眼底满是玉色 声音嘶哑的厉害 怎么和前两次不一样了 我眼神迷离看着他 不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陈县周却好似受不住我这样的眼神 炙热地稳一路向下 最后停留在顶端 不知哪里的丰富过白色的沙帘 沙帘上的流苏扬起时 我纤细地腰肢如拉满的弓 不由自主地迎合了他 展颜 喜不喜欢 我摇头 摇紧了唇 不肯松口 可眼角却已经阴出生理性的泪 陈县周也并不过分逼我 只是问一句 我若不答 他就很顶一下 展颜 还拉黑我吗 我的哽咽都被撞得破碎了 不 不拉黑了 手指紧紧抓着他的小臂 指尖几乎都掐入结实的皮肉中 使水财之味 更何况陈县周真的是个好学生 我每一次的体验 都会比上一次更好很多很多 可现在 他不肯给我个痛快 就这样炖刀子割肉 磨得我心痒难耐 现在告诉我 喜不喜欢 我不答 他又重重顶 喜欢 喜欢的 展颜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我舒然睁大了眼 陈县周 他不应声 只是那样居高临下看着我 那双我记忆中很讨厌的 桀懊不驯的眼 此时却深沉如冤 运着隐忍的克制 我猜不透的其他情绪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我吗 讨厌你 会和你一次又一次 他垂眸笑了笑 春夕泛滥成灾 他却仍克制不动 展颜 我只问你这一次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我简直要疯了 身体 精神 理智 一起到了崩溃的边缘 到最后 终究还是欲望吞噬了一切 要 陈县周 严严 他的稳落下 都给你 严严 你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酣畅淋漓的一切结束时 天色早已黑透 手机上很多来电和微信 有一半竟都是顾清怀的 我没回 想了想 将他的联络方式都拉黑了 片刻后 陈县周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他接起 顾清怀的声音历时清晰传来 县周 在哪呢 陈县周伸手将我拉到怀里 我累坏了 软瘫如泥 趴在他怀里一动不动 和女朋友在一起 有事 也没神模式 就是展颜电话 一直没人接 我倒无所谓 但大家都挺担心他的 你们两家住得近 你看到他回家了吗 陈县周垂眸看我 我对他比了个虚的手势 看到了 回了 那行 不打扰你约会了 顾清怀又调侃了两句 这才挂电话 陈县周将手机搁一边 又拿起我的 解锁 干嘛 把我放出黑名单 我不情不愿地解锁 眼睁睁看着 他把所有黑名单都解除 心里的滋味 却又复杂又古怪 其实我好像 也并没有很想拉黑他 其实和他保持 这样的长久关系 也挺好的 毕竟是真的很爽 展颜 怎么了 别每次想做了才找我 刚才你答应过我的话 别忘记 我支支吾吾半天 给他来的句名言 床上说的话你也信啊 傻不傻 陈县周似乎被我气笑了 行啊 你也可以不认账 他低头 捏住我的下巴 我明天就去你家 找叔叔阿姨谈一谈 我们约了三次这件事 陈县周 我是真怂了 我爸妈要知道 我跟陈县周的事 肯定立刻拿户口本 逼我和他结婚 好了 我知道了 我认账 但是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好啊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们什么时候再做 我又没有那么欲求不满 陈县周在我唇上轻咬了咬 是 你没有那么欲求不满 只是每次都要 我换床单而已 陈县周 我羞愤无比 气得在他下巴上 狠狠咬了一口 还不是他太恶劣 一直吊着我 要不然 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后来没多久 圈里又有朋友留学回来 组织聚会 我和陈县周顾清怀 倒是难得的凑齐了一次 顾清怀依旧带了林曼书 我和陈县周的位子 也依旧被朋友体贴的分开很远 毕竟之前我追着顾清怀跑的时候 陈县周对我的厌气 狗都能看得出来 酒过三旬 气氛渐渐热烈 有人问起顾清怀 清怀 什么时候和你们喜酒啊 顾清怀若有肆无地看了我一眼 轻易揽住林曼书 快了 已经在计划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我 我眉毛都没抬一下 低头满足地喝汤 今晚的菜很不错 有好几个都是我喜欢的 手机震了震 是陈县周发了消息过来 一会儿要不要散步消消食 去哪散步 湖边 这里有个人工湖 环境很不错 行啊 我吃得有点撑 顾清怀和林曼书秀恩爱 秀得我差点没吐了 出去走走也行 咱俩分开啊 你先去 一会儿我去找你 陈县周没回复 但片刻后 他就拿了烟盒起身 出去抽支烟 透透气 等他出去约目十分钟 我也站了起来 我去一下洗手间 众人都在说说笑笑 没人注意到这些细节 但我并不知道 我出去时 顾清怀看了我好几眼 而门关上那一瞬 他也跟着起了身 陈县周给我发了消息 在楼下等我 我没去洗手间 直接进了电梯 下楼穿过大厅出去 就看到他站在树下抽烟 见我过来 他就掐了烟 夜风微凉 我不由抱了抱手臂 陈县周走过来 直接将我拉到了怀中 他没说话 很自然地低头吻我 而我也没扭捏 仰脸银河 我们吻得难舍难分 都没注意到身后不远处 顾清怀脸色暗沉 站在台阶上 正看着这一幕 那天聚会后不久 忽然传出了 顾清怀要和李曼叔 结婚的消息 而消息传出没多久 圈子里的朋友 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收到了 还是顾清怀 亲自送到我手里的 我接过 特别真心地恭喜 恭喜修成正果 结婚那天我会去的 顾清怀脸上 却并没有多少喜色 展颜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会和李曼叔结婚 其实我之前 一直都以为 我会被你缠得妥协 现在不用说这些了 我打断他的话 笑得很洒脱 以前年纪小 不懂事 做了很多的傻事 你别介意啊 都忘了吧 顾清怀脸上 最后一丝笑意 也消失无踪了 展颜 我不是在闹着玩 我是真的要结婚了 我知道啊 恭喜你们 顾清怀眸色森冷 忽然冷笑了一声 说起来 我们这些人中 我一直都以为 县周会先结婚呢 我下意识开口 为什么 顾清怀一顺不顺看着我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 他有个特别特别 喜欢的姑娘 县周本来打算 到了法定年龄 就和那姑娘结婚的 但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 两人没成 现在倒让我抢了个仙 我有些郑重 心里一瞬间 翻涌了无数种情绪 但到最后 却都会成了浓烈的色苦 怨不得这么些年 陈县周都没什么花边绯闻 原来是早就心有所属 想来 如果不是那天 我们俩喝醉酒 阴差阳错 滚了床单 这辈子我和他都不会有交集 我明明不喜欢他的 我明明喜欢的 一直都是那种 温润如玉的清俊男生 我明明和他从小学就不对付 我明明很讨厌他的 可为什么这一刻 得知他心有所属时 却又说不出的难受 展颜 顾清怀点了点我手中的情节 看清楚时间 别迟到 那天我约了闺蜜去喝酒 闺蜜以为 我是受不了顾清怀 要和李曼书结婚这个打击 但其实并不是 他俩要结婚这件事 我心里半点涟漪都没有 我满脑子想的都只是 陈县周喜欢的那个女生 是什么样子的 陈县周喜欢一个人 又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那个女生回来找他 他会不会立刻缴械投降 和他重归于好 我甚至有些荒唐的 挠不起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我甚至有些分不清 我是舍不得他的身体 还是我对他有一些动心了 送走闺蜜后 我给陈县周打了电话 他开车来接我时 我已经醉得站不起身 乖乖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等着他 我看着他的车子 急迟而来 看着他下车向我走来时 修长挺拔的身躯 看着他那张刚毅却又英俊的脸 忽然莫名地想哭 而当陈县周走到我面前时 我已经哭得满脸是累了 但他没有帮我擦泪 也没有像在床上时那样温柔地哄我 他只是站在那里 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 心底的委屈 犹如泉涌 陈县周 我哽咽着对他伸出手 他的神情有些微微地松动 几秒钟后 才抬起手 蹭掉了我眼睫上的泪 展颜 你哭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 怎么对他说我此时此刻心中的感受 我只是趴在他胸前 无声地哭了很久很久 哭到最后 过过夜 可这一次我想去他家 我想和他在他的床上坐 我想和他待在一起 一整夜 可我想的这些话 却没有丝毫勇气告诉他 陈县周的房子很大 不局空旷 而又简单利落 浴室可以随便用 别进我书房 求他房间你随意 他拿出新拖鞋递给我 我看着像小船一样的男士拖鞋 忍不住问他 没有女士的吗 没有 你没有带过女朋友回家吗 我谈没谈过 你不清楚 他说的也没错 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但每个人都有不为 别人所知的秘密 陈县周自然也一样 我一边换鞋 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 那你有过喜欢的女生吗 陈县周暴毙站在一边 笑了笑 有 我弯着腰换鞋 听到这句 身子一歪 差点摔了 陈县周伸手扶住我 喝了多少酒 没多少 我站着身子 却又裂气了一下 陈县周直接把我抱了起来 先去洗澡 第一次结束的时候 我趴在床上随意刷着手机 陈县周去给我拿水了 他回来时 我正在看朋友圈 一水的大红请柬 都是朋友们在晒邀请函 微信消息时不时跳进来几条 都是问我要不要去找顾清怀服软的 陈县周冷着脸 直接抽走了手机 过来喝水 我趴着不肯动 你为我喝 陈县周倒是没拒绝 将我抱起来 喂了水 直接再次将我压在了床上 这一次他要的有点重 我很快就受不住了 陈县周 你不去找他吗 找谁 你说找谁 顾清怀 他不是要结婚了 我干嘛要找他 你不是很喜欢他 天天为了他要死要火 陈县周 展颜 现在回答我 你会不会去找他 他的语气有点凶 陈县周 你问这个问题时 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 我猝着眉 声音被他撞得破碎哽咽 不能 你先回答我 会不会找他 他又像那晚一样 问我一句 就恶劣得很壮一下 我实在耐不住 声音颤得都要碎了 不会 不会找他的 记住自己说的话 陈县周你轻一点 轻不了 陈县周低了头稳我 稳得又深又重 他体力真是好的惊人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飘在浪潮里的小船 被那一波一波的巨浪拍击着 冲撞着 几乎要散了架 也许是那天晚上 陈县周坐得太过 弄破了安全套 顾清怀和李曼叔 举行婚礼的日子还没到 我却先查出了怀孕 看着报告单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懵了 顾清怀说 陈县周有喜欢的人 陈县周自己也承认了 他有喜欢的人 我们俩不会有结果 也不可能有结果 这段时间 丙多也就是各取所需 排遣寂寞 满足一下生理欲望 陈县周这样的性子 必定只会娶自己喜欢的女人 所以 他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只是 仅仅想到这个可能 眼泪就先落了下来 我关了手机 在自己的房子里 待了整整两天 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 趁着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胚胎 移除他是最好的选择 可我到医院 刚输上液 陈县周就追到了医院 他进病房的时候 手里拿着我的手术单 我从未见过 他的脸色这样难看 那双锋利不逊的眼 满含了双血 冷到了极致 展颜 他喊我名字时 声音嘶哑站立 那片双血渐渐消融 却化成了赤红的痛楚和失望 为什么不要他 陈县周 我错愕地坐起身 展颜 为什么不要他 陈县周握住我的双肩 手指都在根根站立 我的眼泪涂地流了下来 陈县周 我只是不想给你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是不想给我造成困扰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陈县周不等我回答 忽然自嘲地笑了 你已经知道 顾清怀和林曼淑 不会结婚的事了 所以才决定不要孩子的 是不是 你说什么 我一脸茫然 可我不会成全你们 陈县周眼底 运着一片赤红 刚才 我已经打电话回陈家 我爸妈已经知道 你怀孕的事 也知道 我要和你结婚 结婚 没错 结婚 陈县周捧住我的脸 将我眼角阴出的泪 一点一点地擦去 是你亲口答应过我的 答应和我在一起 答应公开我们的关系 展颜 你说过的话 不能不算数 可是 将来如果你喜欢的女生 回来找你 怎么办 我的眼泪 像是永远都擦不干一样 我仰脸看她 眼泪人无止境地往下躺 陈县周 我只是不想让你恨我 不想 将来你喜欢的人回来了 可我占了原本属于她的位置 你会对我生出怨恨 所以我才想着 趁着我还没有爱上你 趁着孩子只是一个 无知觉的胚胎 和你彻底断了 才不会太痛苦 我喜欢的人 是 我问过你 你说你有喜欢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喜欢的人是谁 是谁 我再一次跟着陈县周 回了她的家 她给我拿了一双新拖鞋 女士的 特别可爱粉嫩的那一种 还是我的马术 你的书房 不是不让我进吗 以前不让 现在可以了 为什么 去了你就知道了 陈县周似乎有些不自在 我下楼一趟 拿点东西 说完又叮嘱我 你小心点 别摔了碰了 知道了知道了 陈县周的书房还挺大 像模像样的摆了一屋子书 只是 格格不入的是她的书桌 还有书桌后面那面墙 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 只要稍微留心 就会发现 这些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 每一张上面都有我 从幼儿园 小学 一直到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才渐渐越来越少 书桌上摆着一个粉色香皮 很少女心的相框 相框里的照片 是两个孩子的合影 女孩子是我 扎着两个很大的蝴蝶结 笑得毫无形象 男孩子是她 比我高了大半头 在对着镜头耍帅 相框是我送给她的六一礼物 背面还歪歪牛牛写着一行字 住 展颜和陈县舟 有意长存 我忍不住就笑了 可笑着笑着 眼泪又掉了下来 莫名想起初中时 看金庸的笑江湖 当时特别耿耿于怀 小师妹为什么突然就 移情了林平之 放着那么好的大师兄不要 偏偏为了林平之丢了性命 可后来 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小师妹 和陈县舟渐行渐远 被顾亲怀耍得团团转 但我却又比小师妹幸运百倍 没有一条路走到黑 也没有 错过那个一直默默爱着我的人 陈县舟拎着几盒子补品回来时 我正坐在他的椅子上 看他的日记 这个笨蛋 小时候故意欺负我 惹我哭 原来都是顾亲怀给他出的主意 说男孩子表达对女孩子喜欢的方式 就是故意欺负他 惹他哭 后来长大了 后悔了 但已经晚了 我已经喜欢上了温文尔雅的顾亲怀 原来 他从不曾讨厌过我 他讨厌的 只是围着顾亲怀转 被他操控着喜怒哀乐 完全失去了自我的展颜 我不敢去想 这些陈县舟看着这一切 会有多痛苦 他想过放弃 想过永远离开 想过试着喜欢其他人 想过得过且过 将就一次 但最终却仍是做不到 而我喝醉那一晚 他带我离开 是他这辈子唯一不顾后果 孤注一掷的一次 日记的那一页 只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字 不悔 我合上日记本 陈县舟推开书房门 他看着我 耳间隐约透出微微的红 咳了一声 才问 中午想吃什么 我靠在椅子上 对他伸出手 陈县舟一步一步走到我身边 他握住了我的手 却又蹲下身 轻轻将脸贴在了我的小腹上 展颜 这里面真的有我的宝宝吗 我失笑 低头倾他时 眼中的泪也落在了他脸上 再等几个月 他就会冻了 我们就这样拥抱着 谁都没有去打破 这份宁静的幸福 我和陈县舟领证前一天 顾清淮忽然找了我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他和林曼淑分手的事 确切地说 分手是林曼淑提的 毕竟 这世上没有女生 能够忍受自己喜欢的人 连结婚这样的大事 都可以被当作儿戏 其实他从没有想过 和林曼淑结婚 情柬的事 也只是一时动念 故意激将我的 原因不过是因为 那天晚上 他看到了我和陈县舟接吻 多可笑 也是从那天开始 顾清淮才一点一点地发现 他远比自己以为的 还要在意我 我听着他 不知疲倦地讲述自己 这些年的所有心路历程 思路分明 娓娓道来 很有说服力的样子 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也一点都不想听 怀孕初期 我总是很失睡 听他说到一半 我就开始犯困了 展颜 你困了 顾清淮有些错愕 他知道的 我从前最喜欢他侃侃而谈 温润博学的样子 但那也只是从前 我早就发现了 这种男人 根本和陈县舟 这样的实干派 没办法比 真不知道 自己从前是怎么被猪油糊了心 我伸了个懒腰 又懒洋洋地打个哈欠 是啊 孕初期就是这样的 老想睡觉 顾清淮整个人都懵了 孕初期 什么孕初期 你怀孕了 你怎么可能怀孕了 我怎么就不可能怀孕了 我只觉得 顾清淮此时过躁得很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先走吧 我想睡了 展颜 你给我说清楚 你怎么就怀孕了 这才多久 你怎么就怀孕了 你和陈县舟 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顾清淮应该是想到了 之前好几次 我和陈县舟同时不在场的事 瞬间就破防了 是啊 我们早就好上了 不过 这也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毕竟我们也从没有谈过 我又伸了身懒腰 只觉困倦得不行 我要去睡觉了 不送你了呀 展颜 你喜欢我这么多年 我不信你这么快就喜欢上别人 顾清淮脸上满事不甘 如果只是因为怀孕 当然不是因为怀孕 我就是很喜欢陈县舟啊 我小时候就挺喜欢她的 后来鬼迷心翘了几年 不过 现在已经迷途之反了 我站起身 很真诚地劝她 其实李曼树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姑娘 顾清淮 你要不还是认真点 把她追回来 免得将来又后悔莫及 展颜 以后没事别来找我了 陈县舟可小心眼了 很爱吃醋的 果不其然 陈县舟知道顾清淮来找我 一整晚都醋得不行 我又亲又抱得哄了她好一会儿 陈县舟却忽然起身去了浴室 从浴室出来时 她就不让我碰她了 毕竟现在孕出期 还不到三个月 医生交代过的 我们俩现在不能同房 本来妈妈说 让我这些日子在家住的 但陈县舟死活不肯 又对两家长辈再三保证 才把我留下 一开始 我们俩还规规矩矩 睡两个被窝 但没一会儿 我就忍不住行到她被子里 要和她轻轻抱抱贴贴 炎炎 现在真的不能做 没要和你做 就是想让你抱抱 我在她怀里扭了半天 找了最舒服的姿势 每每闭上眼 但陈县舟却难受得不行 炎炎 你这样我根本睡不着 静心 陈县舟 怎么静心 她拂开我脸边的头发 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 喜欢的人就躺在我怀里 神仙也忍不住 那你说怎么办 陈县舟紧紧抱着我 脸埋在我的颈侧 好一会儿 才嗡声嗡气道 我抱你一会儿就好了 炎炎 我摸了摸她 心肝都颤了颤 真不敢想 我竟然吃得这样好 会不会很难受 我一会儿再去冲个澡 陈县舟 嗯 你是不是有句话 忘记对我说了 哪句话 我喜欢你 陈县舟滴滴笑出声来 笑声中满是欢愉 展颜 我爱你 我轻哼了一声 好吧 我也爱你 说完之后 却也忍不住笑了 温暖的夜里 我们俩蒙在被子中 抱得很紧 笑成一团 像是回到了年幼时 最无忧无虑 两小无猜的时光里 小小的展颜和陈县舟 会有益长存 而长大后的我们 会恩爱长长的一生